佛在许多大臣了义经上告诉我们 世间所有一切万法 届时不可得无所有 金刚经很多同学都念过 佛说得好啊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这就是大伯若经上所说的 不可得无所有 能得的心不可得 经上讲的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得的不可得 所得的呢 这是外面境界 境界是原生之法 原起信空 所以外面境界也不可得 佛说得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 不但是说法界里面的 这一切现象不可得 一真法界里面的现象也不可得 那么现象有没有呢 不能说他没有 也不能说他有 你说他没有 这是错误的 你说他有 也是错误的 那佛家 那佛家 这个佛经 我们常常看到 这不是佛的说法 是古时候 许许多多宗教家 这学家的说法 他说既然非有 也非无 那把它和起来 非有非无行不行呢 业有业无行不行呢 都不行 为什么不行 只要你有这个念头 你就落在情世里头 这个是佛法究竟处啊 这是佛法高明处啊 佛教给我们 在一切静缘之中 我们今天讲 世纪生活里面 教导我们 用什么样心态 来生活 来出世待人介物呢 叫我们一念不生 随云而不叛云 普贤菩萨教的好啊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是普贤菩萨 做人的态度啊 真实智慧 就近圆满 我们应当要学习 学不到 学不到 学不到要认真 努力去学 学到一分 就有一分受用 学到十分 就有十分受用 不可以说 学不到 我就不学了 不学了 你就随身烦恼 随身烦恼 你永远生活在六道轮回 这就错了 那么这个两句话 是讲现象 我们讲 宇宙人生的现象